灵异玄环 鬼怪乱谈 带您揭开未知灵域的神秘面纱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FM怪谈百物语 我是主播洋派 肯定呢有人纳闷 说你前面的坑还没填呢 怎么又讲新故事了 跟大伙解释一下 百物语跟小茶馆呢 它虽然都是我参与制作 但是多少我还是有点区别的 那如果说小茶馆是以说书的形式 甩包袱流口 给大伙制造悬念 那那么百物语这个节目就是短评快 尽量一集把故事讲完 那关键这一礼拜一更 分开呢不合适 所以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讲一个 简单的小故事 说点什么呢 最近呢有几条新闻 让人看着揪心 远的是那个赴美游学的张盈盈 六月份在美国被人绑架 到现在依然是下落不明 近的呢就上两天 福建女教师威秋杰 在日本北海道旅游 也是突然失踪 我刚才特意看了一眼 这还没找着呢 那么这期间也是有多起的失踪案件 接连发生 这就不禁让我想起了咱们在中国 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邪术 什么呢 那就是今晚要给大伙讲的这个拍花 我一说这个词啊 估计二十岁望上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 这几年倒是没谁再提了 那么说什么叫拍花呢 这个可以说既是一个手艺 又是一门学问 怎么叫学问呢 那过去民间传闻 有一种妖术写法 叫拍花 小孩自己在村头玩呢 来个外人 过去没见俩人怎么说话 不一会儿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说这拍花呀 是一种药粉 往你眼前这么一抖了 完了人家说啥你听啥 支付宝给我转账 什么密码呀 指纹的全都得给人家了 过去没有支付宝啊 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就行 那么这里头全是拍花的干的吗 未必 也有人贪财被骗 不好意思说 拿这拍花的呢 折羞脸 而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一抖了就听话的药粉 它是不存在的 那要真有这个好玩意儿 那也轮不到咱们吃 国家早就给收编了 所以这拍花 指的就是利用生辰八字 配以道术 外加上一些麻痹神经的药物 三观其下能让你言听计从 这是一门学问 哪能说怎么叫一门手艺呢 你看 学好文武艺 货卖帝王家 谁上学不是为了找工作呀 啊 学会了我得用啊 所以过去社会上就专门有这个拍花的贩卖儿童 更有甚者倒卖器官 可坑了人了 多少家庭因为孩子的失踪而瞬间崩塌 这叫拍花 那么其他的民间邪术还有什么呢 那就多了 你像苗江古独啊 横阳汉手啊 湘西赶尸啊 反正乱七八糟 以后啊 有机会都给大伙念头念头 咱们今天单说这个拍花 谁的故事呢 这是咱们听友小孔 在学生时代亲眼见证的一个真事 俗话说孔孟严增不能滥称 这四个姓啊 都是儒门之后 那么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代表子不信怪力乱神 你比如今天说这事 他就挺神 这件事发生在小孔高一下学期那年 那也就是1998年 当时呢 他们班上有个男同学 姓周 叫周的法 因为个子矮长得又猴头八相呢 所以大伙就多少有点看不起人家 上过学的都知道 学校也没比社会好到哪去 特别是过去 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所以这个周大法 自打高中开学以来 在班里就没少爱欺负 他自己呢 性格又比较孤僻 学习成绩平平常常 倒是私下里 喜欢鼓到点什么烂七八糟的古书啊 铜钱啊之类的东西 这就更不利于同学处好关系了 人家都看射雕穹摇寻秦记 他看的是紫薇斗树文王周易 所以班里头人都拿他当怪胎 孤立他 那么正好小孔也是 家里条件一般 整天就是奋发读书 这俩人呢 还被分到一张桌上了 正应了那句 众尼厄尔筑春秋 文王居尔炎周易 你看这一桌双弦 注定不凡 那么这下学期刚开学 周大法就语出惊人 咋那么办呢 又死人 那是一堂自习课 难得没有老师来讲题 大伙都在小上的聊天 周大法突然之间 没头没脑的来了这么一句 还真给同学们都造了一愣 又胆小的女生 眼神里甚至流露出了无限的惊口 那位说了 大伙不拿这周大法都当怪胎吗 怎么他说话还有人心呢 这是高一下学期 上学期的时候 周大法有一回被欺负的实在没招了 班里头本来轮到其他男同学 来执日做卫生 这人偏让周大法来替 吵了几句之后 周大法说你不要欺人太甚 结果这帮同学上来还说呢 欺人太甚 我欺负你了 你能咋的呀 你动我一下试试 你来呀 你打我呀 你弄死我呀 笨蛋 你们看过那个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吗 哎就跟里头那个方唐静似的 结果周大法实在忍无可忍了 还了一拳 挨揍那小子一看你还真敢还手 带着人冰光五四上来 把他一顿打 就回家了 路上还说呢 就他那小鸡的劲还敢还手呢 我跟你们说一点的 说着话 不愣一声 这人就躺地上了 是昏迷 不行 这下子把同行的人都吓坏了 赶紧给人送到家 可这之后 任凭医院怎么检查都看不出来哪有毛病 除了胸前 有个红色的拳头印 家里头着急啊 就得问这怎么弄的呀 同学们坑坑痴痴的说 哎呦 那可能是让周大法给打坏了 那家长能干吗 怒冲冲 找到学校 姓周大 你看你给我儿子打成身 结果再看周大法 鼻青脸肿 胳膊上还缠着绷带 这谁打谁啊 反正是说不清道理了 你说你儿子被打坏了 哪有证据 倒是你儿子打人 好些人都看见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这家人都快跪去了 我们这孩子不懂事 平时跋扈惯了 以后我们肯定严加管教 您醒醒好 给他弄醒吧 周大法说 那还行 但是得等两天 等我这胳膊上这板拆了 我好摇挂 要了生辰八字 果然 三天之后 这男生啊 满血复活 之后周大法的威名在校园里就传开了 都知道 高一有这么个神人好像是会点门 往后自然是没人再敢招惹他了 所以这堂子习课 周大法语出惊人 咱们班呢 要死人 这才把同学们都吓了个够呛 最够呛的就是上学期昏迷不醒那位 一听他这么说 嘎儿又愁了 发发发发发发 我错了 你这大人不计小人给我 别让我死 行吗 我说的不是 刚才我闲着无聊 想用先天周易的方式计算一下这道数学题 可是算着算着这挂项就变了 最后给我唠了个古挂 误辅重生之相 这说的是咱们班上要出声 说到这有同学赶紧接话 对对对 我听说今年要发大水 咱们呢都小心点 不对 发大水是天灾 我这挂项上显示的可是人祸 正说着话呢 这时候物理老师进屋了 同学们都在啊 来利用十分钟时间 老师把这道题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空坐寺谁 这时候物理科代表赶紧站起来了 老师那是张篮 早上就没来 可能是请 他想说请假的 但是再一想起周的法说的 咱们班呢 又死人 不进呢 有点害怕 其他同学也都想到这一层了 所以全班是鸦雀无声 好的没事啊 同学们 把书翻到四四二页 来看这道题啊 优体在斜面有顶端精子开 使云书加速下滑 这一堂课讲的 班里没有一个人听进去 全都在担心 那个下午就没来上课的张篮 等到老师把他这号称十分钟的课讲完 放学铃都想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 连日的暴雨下得昏天暗地 看着外头的天色竟然黑得有些吓人 不过毕竟是放学了 大家纷纷起身打算回家 可就在这个时候 张篮却突然走进了教室 班里的气氛 瞬间由刚才的讳莫如深 变得轻松了不少 好在他没出什么事呗 有几个平时玩得不错的女同学 还赶紧凑上前去 你干嘛去了 你担心死我们了 没事啊 我家里头下午有点事就没来 这不是吗 怕耽误写作业 又回来取的书包 咱一块走吧 走走走走 那么女同学在这说话的时候 周大法的眼神却有点不对 她死死的盯着张篮 看起来好像是发现了什么 旁边的几个男生 这会也凑了过来 大法怎么了 张篮不对劲 我觉得她有点怪怪的呢 哪怪了 不说了吗 家里有事 回来取书包来了 我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之所以能看懂 这些烂七八糟的挂书 是因为我小时候 在家里的下屋地 那也就是仓房 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包袱皮 打开之后 里头有一幅王八壳子 外加三枚老钱 还有若干的古书 内容通俗易懂 全都是简单的民间数书 问谁 谁都不知道打哪来的 最后我爷爷回忆说 好像是过去村里来过一个老道 病死在这了 那么村里人生前照料 死后又给处理的后事 所以这包袱皮呢 是老道留下的 但是全村也没谁识字 就他们家还算有点文化 谁要这玩意有啥用啊 于是就给了老周家 那么这些书里头 就有关于拍花的记载 据我观察呀 刚才张篮二母无神 说话却非常清楚 只怕这人是被人拍了花 这趟回来是要确烧几巢 帮着坏人行凶啊 那怎么办呢 对呀 他们已经走了 我这二把刀的技术也实在不确定 是不是真有问题 咱们在后头跟一会儿 要是没事 欢则罢了 一旦出问题 也好有个照样 这帮同学还都挺仗义 听大法一说 纷纷响应 就这么着 一行人跟着张篮 他们后头是 孽族前宗 其实也不用孽族前宗 放学路上人多着呢 也就是一前一后 暗中盯梢 可是走了有一会儿 有人发现不对劲啊 这里头有两个女生 夹住西边 刚才应该拐弯分路了 这怎么过了两条街 还在一块走呢 他们是要一起去哪儿吗 嘀嘀咕咕正说着 抬头再看 这帮人朝着江边的方向 拐了进去 这可不对 九八年 正是发大水的时候 一帮女生放学了 不回家 上江边干啥去 赶紧追 这帮男生 你别看平时 大胆大闹闹 真有事不含糊 撒开了步子 蹭蹭蹭往前梁 感觉应该是追上了 但是这会儿 却不见人影 往前再走 就是江低 滚滚洪流 听声音啊 就挺吓人的 这个时候 前后视野开阔 明明看着几个同学 走了过来 怎么就不见人影了呢 正纳闷呢 只听有人 高喊了一声 哎 这 这 江上有人 江上有人 举目观瞧 我的天哪 这是拍西游机呢 只见一个老头 身后跟着七个姑娘 就跟八千过海似的 踩着水 在这过江的 这个场面呢 有个电视剧里头 你瞧着也就那么回事 可真真的发生在眼前 好几个男生吓得好拳没掉水里 他他他他他 他他他 他他他 他他水水水水 话都不会说 还行 周的法算是人小至高 说了一声 别慌 你们去几个人叫大人 叫警察 说是有人落水 怎么这么说呢 你要说有拍花 有八千过海的 废事 讲不清楚 先把人叫来 这是真章 快去 那么这个时候江边 就剩下周的法 还有咱这听友小孔 小孔说怎么着 咱俩 咱俩留下 打水漂揍他 你费什么话 这么远 你打鱼雷能揍着他 那怎么办呢 这过了江 那头就是大山 人可就真丢了 那就在两个人 全都挤得没法没法的时候 周的法突然好像想起来了 什么似的 对着滚滚的波涛开始 掐绝念咒 射北方 和神诸君 西方福波大将 南方卷帘使者 东方东海龙王 各路水族 与我神方 登山石裂 身配印章 头戴花盖 足射奎缸 身诗杀法 不必豪强 千杀恶鬼 后斩夜光 和神不服 和鬼敢当 水族听我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小龙 往水里撒尿 小龙 就是咱们这听友 家里头望子成龙 所以给孩子起名叫恐龙 这倒没名字 恐龙 还不是叫鳄鱼呢 反正说了一声 小龙 往水里撒尿 之后 周的法 从包里 拿着一把小刀 罩着自己 这胳膊扑丝 就来了一下 血水与尿水 低于江中 这会儿只见本来就波涛 汹涌的江面 更是犹如开水飞腾般的 咕噜咕噜咕噜之毛毛 江上一行人都已经走到中间了 就看那男的 突然打了个猎去 发现不对劲 环顾四周之后 这才回头 好想 这地方竟然还有此般高人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再看江上这人 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调转回头 领着一帮姑娘 又返回了江边 再走近一些 看得出来 这帮姑娘 正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周的法站在江边 手里掐绝是微然不动 那么恐龙呢 站在大法身后 也想念个咒 但是发现不会 怎么办呢 青海礼平 探探养养福奶 背上严肃周期表了 反正一眨眼的功夫 江上这人上了岸 深识一礼口尊 师弟 师弟 师父没跟你介绍过我吗 师父 谁是你师父 师弟啊 你我法术本属同门 你定是有所传授 方才可以阻我过江 没有 我就是家里头有本书 我自己跟着练的 哦 您这是寒手 什么玩意乱七八糟 你给我放人 这几位是 这都是我同班同学 哦 好说好说 不仅要放人 我还要跟贤弟你 多学 多问 你想问什么呀 你那书在哪呢 把他给我 要不然 你们谁也别想活 给人刚才说话还挺客气 这会儿突然胸向闭现 胎手就是一记黑烟 周的法倒是没怎么样 但是小孔 吃了黑烟 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从身后一个大拨雷子 就把大法给锁住了 哈哈哈哈 师弟 我这一手厉不厉害 这个呀 你书里没有 你那个呢 正好我也不会 怎么样 咱俩人 云呼云呼 这会儿只听 被勒住的周大法 从牙根里头挤出了一句 谁说吧 你那个湾鼠里没有啊 说完话 同样也是一抬手 砰 这现场啊 都快赶上烟雾蛋了 赶等警察赶到之后 江地上有一个算一个 全躺着呢 那那么说 这水上飘着的 到底是谁呢 在周的法醒了之后 又把大伙都弄醒 公安机关一审讯 这才真相大白 原来啊 老周家夏无地 那个包袱皮的主人 是个老道 多年前 他与一伙人贩子对峙之后 身负重伤 身上呢 带着两门绝学 命运周家村 所以这几本古书里头 有好有坏 周大法一看着 害人的典籍 招数阴损 他不爱学 可是后来没办法 挨欺负 这才多少了解了一点 那么刚才那位水上飘 他就是此道传人 听说江湖中有一部奇书 能学会十之一二便可呼风唤雨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是边靠拐卖妇女儿童 边行走江湖 寻找绝技 谁承想啊 刚发现点希望 就让一个寒寿的给放翻了 那么据小孔说 这个人后来呢 是被判处了死刑 在他们当地 也算是挺轰动的一件大事 那么在这呢 我是真诚的希望 随着文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买卖儿童的事件 会越来越少 也祝所有失联的朋友们 都能平安归来 好的 那咱们今晚的怪谈百物语 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档栏目 欢迎点击订阅按钮 这样的话 每次更新 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喜马拉雅搜索DJ杨派 收听本人更多 精彩节目 灵异玄环 鬼怪论坛 惊悚世界 解密一团 感谢收听怪谈百物语 我是杨派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